現在我們要帶我們去一個廳房 我們現在就來到酒店 什麼? 當然啦 我們手上當然是拿著這個女人的咖啡 不拿的話會死的 是不是? 由於我不想這麼早死 亦都想今天的行程 可以順利一點 所以就一定要買 我還買了牛角包做了餐 肥死 但很好吃 我們今天第一個景點 就是我來了巴黎三次都沒有上去的海船門 作為一個這麼有名的古蹟景點 無論是建築本身還是上面的風景 的確是挺漂亮的 但上去的那條樓梯真的很不堪回首 我們現在已經進了Hokie 進了海船門的樓梯 停在這裡試吃幾層 我想看看 大家看不看 我現在只是走了兩層 還有多少 還有多少 對呀 站在頂上 是不是真的看到沒有樓梯的位置 看看有多少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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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小人士 都最好自保 我好像 見到我了 加油 站得多不穩 好 好 走完12層上樓梯 又拉筋了 寶寶 現在繼續上樓梯 就是身體上樓梯的頂 當然不少 但這裡一定有的 Sorvenia Shop 這就是Chase的寶寶 為甚麼是牛排聲的 應該是最後幾級樓梯了 到我了 到我了 現在到達了 今天的結像煎群馬 跳骨 多謝大家收穫 我們昨天的 健身之旅 我覺得整條腿 又要十米了 短了 又要20吋 在海船門 又上又落 走樓梯 走得這麼辛苦 是時候吃點好東西 補充體力 我們坐鐵路去到 星遊士坦堂附近的 一間餐廳 午餐 這間餐廳 是出名吃鵝肝 但收費相對地貴一點 而且坐得不算舒服 所以如果客人 不是特別喜歡吃鵝肝 個人認為不去也不算可惜 吃飽飽 我們就打算步行去 慈名中愛的 老佛野白 途經號稱 是巴黎人 香水店的 Roger & Garlett 當時Roger & Garlett 即是未引入香港 不過我們從歐洲回香港半年之後 這隻香水牌子就正式進駐香港的海港城了 我們現在呢 就開始前往這個 老佛野的路上 但是呢 除了走過去之後 我們就想試一下這個 巴黎市場 就是要坐這個滑板車 我們已經下班了 已經在我身上 挺辛苦的 對 終於就偷到WiFi 來下班了 已經開始下班了 對 但我們在吃飯之前已經下班了 終於下班了 但我們連續找了四輛車 上班的K-A-L-Code 都是被人惡意破壞了 又黑了 所以怕不到 巴黎人和香港人都一樣是爛 對 賤人是全世界都存在的 找到車了 不知道這輛車是合不合的呢 欸OK啊 兩輛都沒有給人把我的K-A-L-Code 試試 好 scan to ride 真的可以嗎 可以 unblock and pay 寶寶開了車了 但是呢 我要怎樣可以向著呢 好啦 寶寶覺得一路踩滑板車 一路拍攝 實在太過高難度了 不如我們直接 skip滑板車 和老伐翼購物的過程 跳去今晚的晚餐吧 我們現在呢 就來了這間叫做 這間餐廳 我們請二番難度 請給你們看 好 隨便吧 隨便吧 這間餐廳呢 就有點像 那間啤酒場的 不過是法國版 價錢都很划算 是吃油都不夾 你都可以選擇 12隻窩狼 我們自己上去 吃啊吃啊吃啊 可不可以24隻啊 所以我們去吃價錢 不用18 24隻 對 那我們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是24隻 24隻 對 最後啦 因為我們點了很多其他食物 例如是法蘭克福腸 油蜂咬 牛扒等等 所以我們只要了一打鍋牛 另外呢 還點了一支不太好喝 但勝在好看的玫瑰香檳 下一集大家看了九集的片頭 終於在正片出現了 在歐遊2019的最後一集 我們來到奢華的梵爾賽宮 享受奢華的法式下午茶 還很奢華的發勢 就算加入豪門 都不要住這麼大間屋 奢華過後 上機之前 我們回到市區 在鐵塔腳下玩滑板斜 整個人馬上貼地 詳情請留意 下集歐遊2019的大結局